就拿印度來說好了 在高雄有多少人嗎 法國人在高雄有多少人 這個確切的人數 可能我要再回去詢問一下 我發現其他的局處 其實是越質詢越進步 可是唯獨是行國處是越質詢越退步 你們這個資料 我們花了82萬元更新的資料 這個google我就google的到了呀 淪為觀光旅遊網站嗎 我們先回答這個好不好 我的索資為什麼一年到現在還沒有給 出了解我們索資應該是都有提供 都有提供 我想請你把這句話收回 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收到 據我印象索機 基本上藝座有 我們主責的其實也都有上網公開 那剛剛藝座提到的 現在立刻找給我看 來 處長 處長 你可以現在立刻找給我看嗎 因為你說有公開嘛對不對 來 現在找給我 時間暫停 備忘錄耶 備忘錄 你可以現在找給我看嗎 2023年我們有去嗎 你有沒有掌握到 去年我們有沒有去 還需要問喔 國際處長 我認為 新國處長你 嚴重失職 我認為 上一個城市長 比現在這個城市長 還具備國際觀 你認為呢 這部分尊重藝座的看法 你們題目是以人為本 他們題目是高雄人本 請問這四個字有什麼不一樣嗎 十年前 十年後講的是一樣東西 你告訴我 市長非常有國際觀 我是沒有很認同啦 好 謝謝主席喔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在我們高老師政府的三十二個議題 機關當中呢 有一個局處叫做行政紀國際處 那行政紀國際處呢 顧名思義他就是要協助市府的一些行政書物嘛 還有一個最重要最主要的功能 他就是要來整合強化資源的最大效益 並且建立國際跟高雄接軌的能力 深化強化高雄在國際上面的辨識度 還有能見度 不過呢最近我看到行國處的一些的做法 還有辦了很多的活動 我會看不太到 到底有沒有把高雄帶往國際 還是我們只是辦了一堆 冠上其他國家的名字的活動 然後我們自己自嗨而已呢 所以這也是我今天想和我們的行國處 來一起討論的 到底國際交流等不等於真正的實質效益 還是說我們的這些印度排登節 法國生活節等等的所有節日 都只是一場自嗨而已咧 首先我想要請我們的行國處的處長 張處長幫我回答一下 我們事先有預期到 可能印度排登節 或是法國生活節 他會為我們的高雄 帶來什麼樣實質互惠的外交嗎 是 謝謝主席 謝謝翼座關心 支持國際交流 那國際交流的部分呢 其實跟翼座來報告 首先是針對合作型態的部分呢 確實呢其實我們是根據 我們跟駐台聯繫的這個交流的過程 去找出說我們可以合作的方式 那在地舉辦活動 他確實是合作型態之一 但不是國際交流的全部 好 不是他的全部 對 他是質疑對不對 可是我看到了你們好像把這個質疑 無限的放大 那其他的呢 我們有做了什麼事情呢 那你知道法國生活節 這個是法國在台協會的責任嗎 在台灣推廣法國是他們的責任 那為什麼我們要花錢幫他們辦 那他們當然何樂而不為啊 那實際上我們從法國生活節 帶來什麼樣實質效益 請處長答覆 謝謝主席 也向翼座來報告 確實呢 其實在每個駐台單位 他們當然肩負說推廣他們 國家文化的這一個使命 或者是說責任 那對於高雄來說呢 其實就我們的方面呢 分幾個部分來 相義做來回答 第一個呢 首先是這個大型活動呢 其實今年是搭配 剛好是巴黎的奧運來舉行 那包括呢 在活動期間的這個運動的交流 以及體驗 其實我覺得對於 他其實不只是推廣法國的文化 他對於我們在地的 不管是民眾或是親子家庭 他們這些體驗 對你做到一個重點 也是一個計畫 沒錯 那另外一方面 處長的確是 我們參加了兩場的生活節啊 排單節啊 其實我發現 現場都是我們台灣民眾居多 那當然 你擺了很多各國特色小吃 還有其他的文化 把他們的傳統帶進我們台灣來 我們台灣人會覺得 喔眼睛為之一亮 覺得蠻好蠻新鮮的 會覺得說 哇我們高雄是真的是 翻有國際觀 可是我想要強調的就是 所謂的真正的外交 是實質互惠的 但是呢我們從你辦的 種種的節日來看 我們只看到了 我們單方面的在幫他人宣傳 反而看不太到 你怎麼樣把我們高雄 帶往國際 那你知道印度 就拿印度來說好了 在高雄有多少人嗎 因為你要達成效益嘛 如果說我們人潮夠多 對不對 然後我們可以形成一個 大的群體 我們也可以透過他們 將可能網路打卡 或是一些IG社群 傳回他自己的國家吧 那印度在高雄有多少人 請處長答覆 是謝謝主席 向藝座來報告 先回答藝座剛剛的問題 包括這個是不是說 只有台灣的民眾來參加 那跟印度來報告 其實像法國生活節 法國工商會 他們是第一次 帶了二十幾個企業 一起來到高雄 那包括因為我們在 我們的地標高雄流行音樂中心 有點上法國的國旗燈 其實呢 這些也是確實 透過他們的網路社群 以及我們其實有feedback 給他們的 在我們的法國 我們駐法國的代表處 其實他們有在當地 幫我們進行宣傳 然後以及呢 包括他們在訪團 帶回法國的時候 也有像我們索取 這些法國生活節資料 讓更多法國的朋友知道說 台灣有一個城市 高雄其實跟法國 有這樣子的連結 並且也在推行台法的交流 那包括呢 我們 副總長非常好 那法國人在高雄有多少人 這個確切的人數 可能我要再回去詢問一下 我看到的是一百五十八個人 但是數量少沒有關係嘛 因為就像你所說的 我們也許可以透過一些 可能法國的企業來到台灣 把我們台灣高雄能進度 重新的帶回到法國去嘛 對不對 那既然你說的這麼好聽 這麼好看 我們就把實質的效益 全部放上網 讓大家來看嘛 我發現呢 其他的局處 其實是越質詢越進步 可是唯獨是行國處 是越質詢越退步 反而是 甚至是直接忽略 不會理會議員的質詢內容 跟我們實際要的來資料來看 沒關係你先請坐 來座上先請坐 這個是我在去年第二會期質詢的時候 要求行國處 要來加強我們姐妹室的交流 因為我質疑說我們的姐妹室 只剩下筆友的功能而已 只有互相記性的功能 所以呢 我要求我們行國處 必須要來立刻思考 如何提升實質的交流 那這個網站就是我們發現的2021年 你們最後一次更新 那現在咧 我們再度搜尋 我發現姐妹室的網站 整個直接被你們移除了耶 那整個直接被移除 就是你們行國處 在陳其邁市長的領軍之下 選擇的直接蓋牌的這個做法 我們當然也很熟悉 也不陌生了啦 只是真的是一個正確的做法嗎 後來我們才透過你們行國處的聯絡員 告訴我們說 原來這個網站已經不存在了 你們現在的改版 花了82萬元 來把姐妹室的相關資料放上面 你們這個資料 我不知道處長 你有沒有直接看過啦 我們花了82萬元更新的資料 告訴我 馬爾蒂夫的馬列市在哪裡 它有什麼樣的城市特色 這個Google我就Google的到了呀 為什麼你們還要花那麼多錢 來介紹我們的姐妹室 而且你們這個是淪為觀光旅遊網站嗎 還有維基百科的功能嗎 它到底跟我們高雄市實質的交流 做了什麼事情 完全不清不楚 這是你們改版前的 就算2021年之後已經沒有互動了 可是起碼 我們有一個依據可以依循 到底我們交流了哪些 不管是文化 教育 環境能源 智慧城市都好 起碼我們清清楚楚 條列式的知道 交流了什麼 也讓後繼的這些執政者 有一個依循的方向 可以繼續去本著這個基礎來做交流嘛 可是現在咧 只告訴我們說 馬爾蒂夫的馬列斯在哪裡 他很好玩 他有面積多少公頃 非常的可笑 來 姐妹室輪口號 這個是一樣我上會期來 向你們所知 你們告訴我 我問你們啦 姐妹室是不是有簽訂實質合作的備忘錄 然後並且也在去年請你們整理 目前相關的清單會後來提供我檢視 可是一年過後了耶 我什麼資料都沒有收到 不知道說是因為數據太難看 你們給不出來 還是議員講的話 你們聽聽就好 不是很重要 來 處長幫我答覆 為什麼一年前的資料到現在還沒有給我 請處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向益座來報告 首先幾個部分 我們先回答這個好不好 我的所知為什麼一年到現在還沒有給 呃 處理了解 我們所知應該是都有提供 那這個是不是有疏漏 這個我們來檢討 都有提供 我強請你把這句話收回 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收到 是 這個我們來檢視一下 看是不是在所知的部分 因為據我印象所及 基本上議座有需求的話 我們都會盡速來提供 既然你疏漏了 那麻煩你在今天的質詢會後 提供相關的資料跟我們檢視好嗎 是 那我要向益座來報告的是 剛剛其實有幾個 好嘞 助長先請坐 我一次把它講完 你待會兒再一起回答好嗎 好 謝謝 來 我們看一下其他各個縣市的 合作備忘錄MOU的資訊公開 這個是台北市 台北市呢 他們從二月啊 我們只截了部分而已 二月到四月 非常清楚的 跟哪個城市做了什麼樣的交流 接了哪些MOU 好 這是台北 那台中呢 他們在上個月十月也簽了三份MOU 告訴我們是哪個縣市 好 做了哪些事情 有大眾捷運系統的 藍線建設計畫合作 還有一些工商投資測驚會 那麼新北呢 新北呢 他們也告訴我們 做了哪些的國際交流備忘錄 那高雄呢 處長你想看嗎 好 我們高雄長這個樣子 我們從我們高雄市網站的 合作備忘錄專區發現 從我們高雄市成立到現在 總共三個MOU 我們沒有截掉任何東西哦 不多不少 不對 是非常少 就三個 而且他的日期是落在2020年 我們 2020距今有四年了吧 處長上任也不久 也很久了吧 那為什麼說我們這幾年 完全沒有合作 備忘錄的簽署呢 如果有的話 那就大方放上去啊 為什麼不放 來 請問處長 我沒有關係 我們先問這個問題 來 處長 為什麼我們的MOU不放 處長 處長 請處長答覆 來 處長 這個網站為什麼不放 我們簽署了哪些MOU 謝謝主席 是不敢給監督嗎 像一座報告 這個因為我們在確認一下這個MOU的合作備忘錄的專區是 網站是哪一個全館來維護 那這個是我們確實是有統整 但目前是內部資料 那要上網其實是OK的 那內部資料你們自己才能看啊 那其他的台中台北新北全民都看得到 為什麼只有高雄 只有你們行國處才看得到啊 跟義作來報告 其實像這個簽訂這個交流備忘錄 高雄其實也都有 我們主責的其實也都有上網公開 那剛剛義作提到的 包括在台北以及新北 他們 處長 你可以現在立刻找給我看嗎 因為你說有公開嘛 對不對 來 現在找給我 時間暫停 跟義作報告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簽署的合作備忘錄 在國際交流的最新訊息上面 都有公開 因為我們都會發布新聞稿 備忘錄耶 備忘錄 你可以現在找給我看嗎 合作備忘錄的部分 剛剛跟義作報告 好 來 來 處長 沒關係 我其實呢 很想要知道的是 為什麼我們不重視啦 那待會我會告訴你的答案 再一個咧 這個問題 請問處長 你知道2025年的亞太城市高峰會 在哪個城市舉辦嗎 知道嗎 謝謝主席 現在義作來報告 2025年的亞太城市高峰會 就有了解 應該會在杜拜來舉行 沒有錯 你想問很清楚 那你知道為什麼我要問你這個題目嗎 請義作指教 好 謝謝 因為呢 它這個亞太城市高峰會 算是一個盛會 2013年曾經在我們高雄舉辦 那個時候呢 市長是陳菊 他為期三天會期的APCS 成功吸引了132個城市 超過1800個人參與 那高峰會期間呢 我們有很多的海內外的城市首長 企業領袖 一起來進行交流 促成了27份合作備忘錄 創造新台幣33.25億元的商機 好 這個是2013年 那麼2023年我們有去嗎 你有沒有掌握到 去年啦 我們有沒有去 還需要問喔 國際處長 像一週報告 去年呢 在澳洲舉行 我們應該是有帥團出訪 我們算有 啊 到底有沒有 有 有吧 是不是 好 的確是有 可是呢 我在去年的新聞稿當中 完全沒有看到高雄有參加的任何痕跡 台北 新北 桃園 台中都有參加 人家都有發新聞稿 為什麼只有高雄 沒有 網站 你們市府的 不管新國處 市府網站 什麼都好 新聞稿一篇都沒有 是為什麼呢 我發現了原來 在10月9號 10月14號 在亞太城市高峰會進行的時候 我們新國處的新聞稿 全部都是翡翠騎士 大洗版 這麼愛翡翠騎士 很多人都愛 沒有錯 可是呢 為什麼這些可以把高雄帶到國際 讓市民朋友知道你們在國際做什麼交流的東西 你們完全不重視 就是因為在民進黨執政底下 你們只想辦法要把選票極大化 只關心市民朋友的小確幸 只是想不斷的舉辦活動讓市民朋友來參加 這種國際的東西你們認為市民朋友不關心 所以也就當作沒有這一回事 那麼我認為新國處長你嚴重失職 其他台中呢 他們也有羅列很多國際參與 還有新北 台北 他們都有羅列很多國際參與 所以說以下兩點是我的建議 但是在我的建議之前啊 我也想要來請問一下我們的新國處長 我個人爬梳了一下過去十年的資料 我認為上一個城市長 比現在這個城市長還具備國際觀 你認為呢 請處長答覆 你認為呢 這部分尊重益座的看法 你認為呢 在您的新國處在您的領導底下 你把我們高雄帶往國際了嗎 那你可知道在上一個前城市長 主長高雄市的任內 有多少國際盛會是在高雄舉辦 而我們高雄現在 有什麼盛會在我們高雄舉辦 你可以隨便說個兩個嗎 請處長答覆 是 謝謝主席 也謝謝翼座 其實呢 跟翼座來回覆 剛剛翼座所提及的亞太城市高峰會 其實去年呢 是由都發局主責來出團來參加 因此呢 在都發局是不是有發布相關的新聞 這個可能會後我們查詢下來 向翼座回覆 也不要推給其他幾處喔 這個是行國處的責任 發布新聞稿啊 其實跟翼座來報告 其實發布新聞稿 就是包括舉辦活動 跟參與國際交流的峰會 其實是沒有衝突的 對 所以並沒有剛剛翼座說 我們只重視國內的活動 讓民眾參與 然後比較忽略了 國際組織參與的新聞稿發布 那你拿出來給我看嘛 不然你們前面我主的 然後 我說的很多的東西啊 你們連網站都不重視 也沒有放 然後世民朋友也沒有辦法掌握到 既然照你說的這麼的重視 那你起碼應該要把相關的資訊 但是不只是給議員 也讓世民朋友知道吧 可是什麼都沒有耶 甚至連改版後的網站也只有 維基百科的介紹耶 這就是你口中所謂的 重視城市交流嗎 是 謝謝主席 也向翼座來報告 首先呢 針對網站改版的部分呢 網站改版的部分 剛剛翼座提及的 其實是包括我們新國處的 整個處的網站 以及姐妹式的網站 而且有兩個網站的改版 因此呢 姐妹式的網站改版 並不是翼座剛剛提及的 沒關係沒關係 好 可以了 我還另外看那個資料喔 你可能會覺得不服氣啦 因為你少介紹一個東西 林副市長其實是有在 今年六月率隊到新加坡 參加世界城市高峰會對不對 是 這個在我們部門職 業務報告裡面有提及 那你知道他分享的主題是什麼嗎 謝謝主席 也向翼座來報告 林副市長率隊出訪呢 其實報告的是我們智慧城市 相關發展的解決方案 希望跟很多國際的來交流 沒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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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分享的是以人為本 高雄的智慧城市 你知道這個題目 十年前當初的副市長劉士芳 他率隊去參加 他的題目跟你們一模一樣 他說他們的演講主題是高雄人本 白玉言兩分鐘 好 謝謝主席喔 你們分享這個題目 早在十年前人家陳菊市長時代的 劉士芳副市長就已經率隊去 也分享一模一樣題目的 你們題目是以人為本 他們題目是高雄人本 請問這四個字有什麼不一樣嗎 十年前十年後講的是一樣東西 你告訴我市長非常有國際觀 我是沒有很認同啦 但是沒有關係 我相信這個責任也不完全在處長你身上 畢竟整個城市的方針是市長下的 那所以你也可能只能配合著市長 可能做了很多市民朋友喜愛的事情 這個可能錯不完全在你 可是我希望說你既然身為喜英國處長 就務必要把自己的定位給拿捏好 並且讓市民朋友知道說 到底要把高雄帶到什麼樣的國際的方向 好嗎 你出場答覆 是謝謝主席也謝謝翼座指教 關於翼座所提醒的 其實包括題目的方面呢 當然十年前的智慧城市跟現在的智慧城市 當然一定是不一樣的 那確實如翼座所提 其實城市外交是整個市政府 包括跨局處來協力合作 引擎我們參與的主題 以及規劃以及計畫 其實當然都還是希望提供整個高雄的城市能見度 以及提升台灣的國際參與 這部分我們會繼續來看 我把話都講得很漂亮 但是我看不到實質的東西跟實質的成效啦 所以以下兩點是我給你的建議 第一點完善國際交流 還有姐妹室網站 提供各個姐妹室的交流概況 增設國際組織參與 合作備忘錄的簽署 以利民眾來查詢 第二點強化本市國際會議 國際組織參與以及曝光的機會 並且來爭取亞太城市高峰會的主辦機會 以上兩點都是我在城市長上任兩年後 以及你擔任行國處長之後 我沒有看到有任何一場實質的 國際的座談落在高雄 所以拜託加油一下 可以嗎 副長答覆 謝謝主持人 向意作來回覆 我分 依照意作建議的兩個面向來答覆 第一個呢 首先就是姐妹室網站的部分 這個人我會後再向意作說明 因為網站改版 其實姐妹室的網站持續存在 那包括意作上個會期質詢的 包括我們要更新交流 概況 其實這個呢 我們其實也是有持續做更新 並且做了一個整合 這個會後 讓我跟意作來說明 那意作剛剛提醒 包括合作備忘錄的簽署 是不是跨局處的方面資訊 我們來進行一個統合 我們會後會去釐清 在目前這個合作備忘錄網站上面的權責 那另外一方面呢 其實包括國際會議 今年我們才跟 包括AIT日交才合作一個GCTF 是第一個 我們是地方城市參與的 國際會議的論壇 以及呢 這是我們10年以來 第一次有地方政府參與 所以呢 其實國際會議 國際論壇這些 我們持續都能爭取 希望在高雄能夠來發生 那加強跟國際的交流 白玉言一分鐘 處長 處長你剛剛提到的GCTF對不對 來GCTF你知道他的發起人之一是誰嗎 發起人之一是誰你知道嗎 不知道 他是報告報告一座 這個是10年前那個台美合作的一個平台 那現在逐年擴張有包括更多的駐台單位 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這些辦事處 持續來加入 對因為你講到GCTF 所以我就就這個東西來跟你討論 這個呢發起人之一就是我們 中華民國政府外交部 還有美國在台協會嘛對不對 AIT 所以呢 他其實常年都是在我們台灣舉辦的 今年舉辦了五場 有四場坐落在台北 那唯一的一場 就是在討論一些海洋城市 坐落在高雄 你拿這個東西來告訴我說 你舉辦了國際盛事 我是覺得說有一點點不是那麼精確 對因為他本來就是我們台灣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你這個有一點點在過度的自我吹捧啦 所以我就認為說你不能把這個當成你的政績之一啦 因為他就是台灣中華民國外交部所舉辦的 他只是剛好移世到高雄來舉辦而已啦 所以這不在你的功勞之下耶 謝謝主席 向一座來報告 其實呢 這個GCTF也有舉辦非常多海外的論壇 不只是在台灣舉辦 那也向一座來報告 其實呢很多事情是同仁持續的溝通努力 並沒有說是可以剛好移世到高雄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台灣這麼多縣市 當然呢其實台北是大家最主要駐台機構的所在 那我們其實同仁也是非常認真 也努力來積極爭取以及溝通 讓這些更多的國際盛事可以在高雄來發聲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新聞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富露 全校精華 精華霜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子蘭 C. 心 you am